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意识层面去引领走会 走出这个世界的东西嘛 如果小朋友愿意去 因为真的是要 放下这个世界很多东西的 但我觉得他就没有发起这个心 那就像小丑阿罗汉 他一开始没有 真的像大丑菩萨那样去 觉得这个世界 我这一世已经 我就拿这一世修行了 没有这种心的话 那就修定理了先出 通过定能了生死啊 开智慧啊 就像文书菩萨那么聪明啊 只能这样子 小孩子说 我可以数学打一百分 我打一百分 鼓励他 然后他就定嘛 他不会被内外进转啊 你也知道 但这不是佛成道啊 在这个基础上 有一天他长大了 去开启了解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他觉得妈妈 我怎么 拥有什么我也不快乐 生命到底怎么样 才是最幸福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 哪一件事我必须做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活着的人必须要做的 哪一件事我可做可不做 等等 他在去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 生命奥秘的时候 那时就可以导致他去解脱了 现在小孩子嘛 我最好是给他先去定义 就是说不要轻易的 比建文觉知转啊 不要随波逐流啊 去安住啊 安心啊 就是让他的视角啊 野光啊 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小的得失啊 和知识啊 就局限 就打开他的视角眼光 树立一个好的 就是正的 正身正义正严嘛 树立一个正的方向啊 目标啊这些 就是这样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世界 他也可以不学佛不信佛 都没关系的 你不能说 只是说做个好人让他 做个好人 他说我出去好人被坏人欺负我 怎么办 我到底我还手不还手 是吧 所以佛说你要做个有智慧的人 说到底什么是有智慧的事 你要分辨善恶 分辨是非 分辨出来嘛 刚开始最起点就是分辨善恶 这就是刚开始的做人的智慧嘛 但是做个君子嘛 因为自己快乐 其实也无所谓说 你九子你也不见得能霸道这个世界 是吧 但是当你做一个九子 做一个善良好人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 会因为你而出镜一点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 因为众生的共业 跟妄想产生的嘛 那这个世界这么雾霉 这么难受 大家不舒服 也有我们一分子啊 也有我们内心深处不清净 那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小孩子会说 我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 那这个世界 永远有邪恶有坏的 或者是有因果嘛 英国说也有 那我会正确的去理解 了解这些 吃亏啊 福报啊 他会正确的去了解这些东西 用一个正思维 去了解这个世界的邪恶 了解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那这就刚开始的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